-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太陽冷設備裝修職業工會理事長 今天來參加我們博厄特區高雄市政府所舉辦的光電計畫 推廣計畫 我們高雄市政府市長以及我們整個大家庭 整個工部門以及我們光電業都非常的用心 計畫在四年內建置150MW的光電屋頂 將來我們高雄市會成為一個陽光都市 現在光電的技術以及轉換率也非常的成熟 更希望大家踴躍來參與這個計畫 謝謝各位 它目前我們是屬於賣電給台電 所發的電全部95%都頓購給台電 只有5%以內比較工業型的 比如說你是用重電的地方 用比較多電的地方 它有的會用太陽光電來輔助 做智慧電網型 不足的部分再用試電進去並這樣子 目前是這樣子在推廣 小單位就很好了 像我們很多透天的屋頂 透天的型製屋頂 如果你沒有建置光電的話 屋頂它經過日曬 雨林 它一般在5年以後就會開始有漏水的狀況 所以建置太陽能光電 它其實是非常正面的 它不只能達到隔熱降溫 那如果你在樓頂的那個房間 又有剛好要裝設房間 要來做臥室使用 那你如果裝置太陽光電 它基本上它的溫度就能降適度 你不只在有發電能賣給台電的一個投暴率 第二個就是有一個環境教育 減少碳排放量 對對對 而且你的冷氣溫度 就不用設定這麼低 比如說我這個屋頂有32度 那我如果有裝置太陽光電 我屋頂剩28度的時候 你間接就已經省了4度的電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棒 現在目前 因為我們是直接 它發電的時候是直流電嘛 經過逆變器 變平器 Inverter之後 它直接就變成交流電 然後直接跟台電並聯 對對 就自動輸送 當然它的台電 它會掛一個台電的變表 它是獨立型的 就是這個電表就是在計費說 你發了多少電 那台電它每兩個月也是會來抄你發了多少電 給我們錢 就對 給我們錢 第一個面向就是說 有你自己投資 假設是在自家屋頂 你可以自己 就是去投資 建置 那這一個部分 我們高雄市 高雄銀行 以及永豐還有國泰銀行 很多銀行 它都也非常積極在推廣 它願意貸款 八成 七成 八成 針對這套設備 貸款給投資的 這個業者這樣子 像現在 它只是發電設備 它就願意來借 就用合理的利息借給你 那 那連銀行它也精算過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事業 也是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教育性質 對 如果你以透天的房子 如果你是在 建議是在12坪以上 因為如果是在10坪以下 可能你的回收年限會更久 如果12坪以上 回收應該在10年到12年之間 已經含維修 還有維運 就是維修保養 整個耗材都算進去了 對 那台電是直接跟我們買20年的店 所以可以說是 對 往後的應該是說至少有7 8年其實是賺的 而且你其實在20年間 你是從一開始 你就已經有一個免費的一個屋頂可以使用 第二個 它能降低你那個樓面板的 對 樓面板的面積 你的那個屋頂 那個Slobe 你的那個屋頂也比較不會捧共 對 對 對 延長壽命 所以 我們從剛剛這樣子分享到現在 它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很正面的一個計畫 所以高雄市政府 我們尤其大家 大家長 阿花媽 還有我們整個市府的團隊 他願意泡磚引玉 做這樣子的推廣 我們其實也很感動 對 阿所以 再加上能源局 公園院 整個極力推廣 還有技術的一個媒合 所以未來 這一個產業 它也會為一個 就是說一個在 也需要大量的產業人才 所以對於一個工作計畫 還有專業人才的養成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正面 多營多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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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人家會說你是一個進步的城市 你像德國 以色列 日本的經驗 對 對 對 國際城市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一起來投入 太陽能發電 把減少碳排放量 然後把光電屋頂就建置在我們自家 還有廠房上面 還有工部門 現在學校也全部都要建置 謝謝 謝謝 高雄在發展太陽光電 在政策上是走的比較前面 除了說我們的加高三米以上這個免殺罩 這個法令 那是從高雄開始 那很多地方可以突破的 我們突破 有些要跟中央溝通 我們都跟中央溝通 那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整個 台灣也好 台灣 這整個最大 重大政策 我們下一步高雄是要推的兩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讓所謂透天處 它的那個遮蔽旁邊 用消防法規就是必須要遮蔽的法令 讓上面你有做太陽能 那旁邊可以遮蔽跟隔壁 為了消防 防火的時效 那這樣的法令跟中央來溝通 那一旦這個溝通好的話 大家要使用 把屋頂尾箭拆開 拆掉 去裝太陽能的那個意願就會提高 那其他細節 我們地方政府在訂一些 更適合我們鼓勵市民來改裝的 那第二個 中央法令也是關鍵的配合 下一步也要推的 就是現在賣綠電就買中太陽能 然後是財務分 12年本身就可以回收 那如果你要加速的話 就必須要賣電給台電 那這個大概要 變成12年回收 變成7年 那但是賣給綠電 賣給台電的話 它的輸配過程還是會漏實 那效率不會很好 少掉20到30 而且台電還要投資比較多的輸配電設備 那我們下一步要推的是自由屋頂 就是自發自用 如果小型到你自己發 自己用 就不用輸配電 那這樣的話 它的回收變比較慢 會12年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我們透過設備補助 讓市民的話 人民的話 你可以選擇你要設備補助 還是要所謂賣綠電的補助 那如果你不需要賣綠電的話 我們設備補助補助你一半 那你可以從12年回收變成6年 7年 這樣的話 整個會推動整個財務計畫更快 那這些補助款來自哪裡 因為如果你一旦太陽能能夠提供到10%的電源的話 那8%就可以替代一個核能發電廠 一個核能發電廠要4千億 那我們把4千億拿 1千億來補助 設備就替代一個核能發電廠 那這是一個核算的一個政策 那所以說政府對的事情 我們希望說不管將來誰當選 我們的總統或者是執政黨 要趕快去做 因為如果不做 以後被革命的不是什麼課綱問題 是你沒有做綠能 你沒有為地球你在這個環保策略 整個政策不加緊做的話 會被推翻 不是統獨問題 謝謝